台中市殺戮區有透天錯 今天早上突然傳出巨大聲響 當地民眾以為發生警匪槍戰 警方證實這是刑事局電針 一隊以及轄區的警方攻堅 詐騙電信機房 但澄清並沒有人開槍 而新北彈水警方 偵辦一起假投資詐騙案 先犯被捕的許厚 還在觀看十二層台日大戰 不知道已經被包圍 大批員警 聚集在這間透天錯前 維安特勤隊員也才剛完成任務 而附近民眾提到早上 透天錯裡傳出聲響 嚇到不敢出門 二十七號清晨 台中殺戮這間透天錯被警方包圍 且傳出巨大聲響 民眾所以為發生了槍戰 甚至透過社群軟體轉發消息 引起附近民眾人心惶惶 而實際詢問現場原警 低調沒有進一步回應 而警方則是證實 是刑事局電針一隊 會同轄區的警力 對跟監的詐騙集團進行攻堅 否認有人開槍 但案件正在偵辦中 目前沒有進一步說明 而新北市淡水警方日前則是鎖定 這部可疑車輛 當時車內兩個人都還在觀看 十二強台日大戰的賽事 不知道已經被警方包圍 原來警方偵辦一起假投資詐騙案 會同被害人逮捕前南面交的外籍女車手 從通訊軟體內容得知 集團還有同夥在附近監控 經過警網查找之後 果然發現另外兩名共犯 馬來西亞籍的女車手 是在十一月初持觀光簽證入境 她宣稱只是幫忙跑腿領錢 和另外兩名共犯並不熟視 但警方除了持續追查 也將三個人一詐欺 寫前方是法人罪嫌送辦 紀德林健身王龍濤 台中新北報導